Om Ma Ni Phaim Me Ho Om Ma Ni Phaim Me Ho 向佛陀思三位信里 一位信 再位信 三位信 Om Ma Ni Phaim Me Ho 恭迎法師陸西 Om Ma Ni Phaim Me Ho 恭請法師身坐 Om Ma Ni Phaim Me 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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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大眾向法師行上問訊禮 Om Ma Ni Phaim Me 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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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頁 我們講經前先把心靜下來共修一下 好 地藏王菩薩 好 先看幻燈片 這次講座是屬於大願地藏菩薩的修持法門的簡介 我們很高興介紹大乘大吉地藏十輪經第二品 十輪品 十輪品很長 它的內容也非常的豐富 所以這一次講座是屬於第二次 Part 2 那從今天開始 從10月1號到10月6號 每天晚上一樣是7點半到9點半 好 那今天講座請各位翻開第一頁 然後我們要念《地藏菩薩十輪經》的經文 上一次我們是用念的 這次我會打墓語 請大家跟著一起念 那剛開始比較不熟 所以你慢慢念 請看幻燈片 這是臺灣三億的木雕的地藏王菩薩 非常莊嚴的 是人家供養孟參老和尚的佛堂 先看一下第一頁 第十四行 遍除稱分心 這個念分字 再來看第十七頁 第十七行 能以地慈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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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地 這個念字地 我先講幾個比較難念的字 看第二頁 第二行 九修諸苦行 文聲聳聚聚聚聚 這念聳 當然有加上漢語拼音 不過這個是玄莊大師翻譯的唐朝古漢文 所以有幾個字會比較難念一點 沒關係 第一次唸 大家慢慢唸 聽木雲的聲音 然後從第一頁 一直唸到第五頁 請翻開第五頁 這個是地藏菩薩讚嘆釋迦摩尼佛的功德 所以到了第五頁結束的時候 唸南摩大願地藏王菩薩三稱 然後唸往生神咒三遍 接下來我們靜坐一下 才開始今天的獎金 好 請看第一頁 請合掌 念完南摩地藏會上佛菩薩三稱以後呢 就可以放掌 好 請合掌 假如你不太確定的話 那沒關係 你就用聽的 沒關係 第一次 然後呢 木雲會慢慢慢慢加快 到往生神咒的時候 那就請你念快一點 那就請你念快一點 欧北神呃 Ana ma地藏會上佛菩薩 佛菩薩 Ray 請你那個麥克風開大一點點好不好 我覺得很小聲 這樣 我會唸得很辛苦 會很快往生的 開大一點點就開了 良主 尊道師 慈禧常復 安忍如大地 遍處成本 心居宿牆 相好莊嚴主佛 能以敵慈悲 充滿一戒途 永絕主 愛望如是善安住 奢主 慈禧過度 讓著眾生本願 奢歸獨 成首而住 既堅固 真情 久修主 苦行 既修主 苦行 問身頌舉行 修主 世間人 既盡盡盡定慧 成功是無量 佛菩薩社 既幾主有情 幾個病死者 奔為祢 乃佛祭 曾詞 佛菩薩 奔為賺法故社 多故薩薩 既盡盡自 寒樂悲明主佑 清传为主有情 清修断过往 山谷与流根 恨远离主于 万有为无常苦 共无我心 珍藏皆安乃为因 不显与流根 永断主谈与 比无余有情 皆长安主大悲 随得神菩提而不舍奔 愿随见主有情 必且在主 随其清静静 勇猛而拔 八临清修施皆 人定静般若 如母与一子 此心儿养育 本与有情 内长主不仅 故苏真菩提度 多无量重 本笑菩提心 无不为重 神菩提心 无法须 多无可 神菩提心 无不可 谐旦于 项离主与有情 无不可 谐旦于 今晚没世 众俗称无上觉 漂浮主河间天龙人耀 禅主能断破 如今刚升到周无量有尽大 臣因功道受罪上良福田 师尊无等律普复主去 身护良大命温充满 师房间师谷主菩萨 为成就即使 前功来归一大魔力主 闻说说描发皆生欢喜 兴起真上真情休息 菩提心有道士法力速尘 古今这道士大几位尘有 十三朝遥长大煮血肉 解舍主耶稣去 大不提有的身重 知寺安人寄静有勇尽主楼 应功使尖尊有秀思无量有主寿生 法有得四边才有 安主顺人有得见 行定有得妙 天有主圣人皆有道实力 十尊大为得罪灭中 愿相复主外道救世 无一类尽地与旁身 飞殿去故阵者有尽先归 尊主恰经这戏道彼 疾病疾境皆度迷失真道 盲明主有情主 烦恼狂乱 皆安寂灭道 故我舍主愿 尊主便 诸佛徒 现在诸道是 千广赞世尊闻者皆拉 此我闻遍之海真实的苦 尊多主有情心花 尊主便 诸佛徒 现在诸道是 千广赞世尊闻者皆拉 此我闻遍之海真实的苦 善喜经理 尘修无量不尽的利尊主 愿无量皆终长修多共 愿我尽学时尊华如世世 当与此回徒的无上菩提 那么大愿地藏妄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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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妻菩萨菩萨 黄伞同贝将兰兜嫌尽头 身职 messenger awe poorly, 诸佳 Glas婦彨本当利 善妄菩萨olly 剟佛淼磨 由expl食物付浅嫌尚 起身品 狂地藏妻菩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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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去檐形寿 浩出 Torah。 在长沙浩,在长沙浩变。 卖身穿isa aambera천, 在长沙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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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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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米尼切切 哪知多佳陛 三佛 阿弥陀佛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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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圣声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寿耻 愿解如来真实意 阿弥陀佛 好 请看幻灯片第一章 很高兴这次又来观祭堂 为各位讲解地藏法门第二次 先看幻灯片 我想在座的很多的佛友 包含在家出家都学佛很久了 也都有很有善根能够听闻佛法 可是在讲座之前 我还是很欢喜 很鸡妈妈的妈妈 唠叨地提醒各位一下 学习佛法大概分成两个方向 一文讲to approach 第一 你就是听闻佛法 你来听不管是南传 北传 藏传的教法 从佛的四圣地八正道十二因缘 今天我会讲十二因缘 然后再从大称的发佛提心 讲六度波罗蜜 《华严经》的十地 到了金刚称 上师本尊护法 到升起次第 到圆满次第 到圆满的大手印或大圆满 我们都很欢喜地听闻佛法 这是很好的 华人的佛教徒也都是很有善根的 因为很喜欢听闻佛法 这是很好 但是我从2003年到现在 已经2010年了 其中有一年 我见商业今次没有来 新加坡就是2004 我一共足足来了六年 我发现很多老菩萨们 很多的佛友都只停在听 这样是不够的 你要看幻灯片 为了利益众生 你要欢喜地 愿意欢喜地 持续地改变自己 你今天轮回为什么会这么苦 是因为你有很多的想法 不太正确 不能说你完全错 可是呢 不太正确 第二你的心量还是这么小 心中烦恼还是很多 对不对 对于过去 现在未来也不太清楚 碰到了困难的时候呢 可能还是去看 灵媒的或三世因果的 你总是想找一些特殊的方法 赶快去解决我的苦难 当然师父能了解 可是我发觉很多佛友 听归听 右边耳朵这样听 左边呢耳朵就这样走了 我觉得很可惜 你没有真正的诚实去看到自己 你要改自己的习性 主要说第一个 嘴巴要有口得一点 不要学佛之前 嘴巴这么毒 学了佛 你的嘴巴还是这么毒 没有学佛之前呢 对老公跟老婆 还是翠翠念 翠翠念 结果学佛十年以后 还是翠翠念 还更会念 你这样出不了轮回的 因为你 没有去改变自己 命从哪里来改 要改变你的错误的 深刻思想 语言跟行为 你不去改 虽然你很认真的念普门品 拜地藏菩萨 也念普贤行愿品 当然很好 可是改变得很慢 为什么 因为呢 就像一个茶杯一样 上面你一直在倒水 下面呢 你一直在漏 你永远茶杯是装不满的 所以师父再叮咛一遍 听地藏法门 要从十善业道开始起 地藏菩萨不是只有你想到七月 只有渡鬼而已 超渡你的祖先 地藏菩萨是希望你真正学习佛法 要改变自己 改变自己 你才会去改变你的人生 这是我第一个先要说的 那你若不愿意改变自己 那你当然你来听闻佛法 师父也很高兴 不过来生你还是会继续轮回的 你还是会继续受苦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没有转动你的业力 这是我要说的第一个 那转动业力的方法有很多 其中点灯是一个方式 其中朝圣也是一个方式 为什么呢 因为圣地有佛菩萨的功德 那我发现新加坡的佛友很有趣 东西南北区的佛友呢 都不一定会联络 譬如说我在这里奖金 那这个秋朱冈的佛友可能就不会来了 对不对 然后呢我在其他奖金呢 可能呢 这个Woodland靠近新加坡 或是这个Singapore Zoo 就是动物园的联友也不会来 所以很抱歉 在座我知道有一半的联友看过这部片 儿眉山 可是有一半的老菩萨 也就是说 宽气念佛堂 讲朝着话的老菩萨 是重新没有看过这一部片的 所以请你有耐心一点 是会正式放儿眉山 给各位看一下 好 请看 普贤菩萨 在华言经里称为大恨普贤王菩萨 我苦口婆心的劝各位念普贤行愿品 因为他是华言经的金钟之王 普贤行愿品讲念念相续无有间断 身与异业无有疲厌 你为了利益众生 你真的从早到晚念念都不间断过吗 三才童子五十三餐 第一餐是大智文书菩萨 最后是普贤菩萨 普贤菩萨告诉三才童子说 你想要快速成佛 你就必须学十大愿望 请看今天介绍的是勒山大佛 峨眉山还有大竹石窟 勒山大佛是雕弥勒菩萨 他在三条江的汇流之处 在四珠安省成都的地方 一九九六年勒山大佛被列为世界文化与自然的重要遗产 勒山大佛是一尊弥勒菩萨的坐像 全世界最大的石雕有七十一米高 所以你可以看到古人大乘佛法里面的功德力跟愿心是很大 佛呢从头到脚底都有很好的排水系统 所以他才能够保留到一直到现在经过一千多年 而且他经过九十年有三代的出家人 而把这座山建好 山是一座佛 佛是一座山 在西元七百一十三年 海通河上见到呢 这三条江常常发生水灾死掉了很多人 所以他就发起大悲怨心来募款 募了二十多年 可是当时地方的官非常的残忍 来勒索他 他把自己的眼睛挖了出来说 我绝对没有贪众生一毛钱 我也死也不会给你一毛钱的 所以古人的和尚是很有气度的 不受任何的恶势力威胁 后来他过世以后 经过节度史 还有其他的法师 历经了九十年仰仗佛力 这一干勒山大佛才建好 从此以后呢 这个地方就没有水灾 而且建了凌云寺 在凌云山上 一直到现在呢 所谓的所有的信徒啊 相隔呢 都络绎不断 所以古人 都没有为任何世俗的利益 而利益众生在做努力 当然 中国人有很多的文人雅客 经过的时候 都会提书法 或文字 还有国画 所以为勒山大佛这个地方呢 带来很多的世界文化资源 参访的游客 可以沿着石壁旁边的站道 站道就是以前呢 当兵的时候呢 在墙壁上打一个桩 他就可以爬上山的 那我很高兴 2004跟2005 我带着学生去潮山 在佛的足下面 我们觉得 其实人生是很渺小的 你也可以搭着邮轮 由夏尔往上 看到大佛 光光这个呢 佛前的铜柱的顶 就有三米这么高 所以中国人讲 养之弥高 妄之弥坚 所以 弥勒菩萨 就忽念着一切所有的众生 所以 弥勒法门 在中国是非常弘扬的 跟阿弥陀佛法门一样 是非常弘扬的 第二段 请看 阿弥陀佛 普贤菩萨 那 普贤菩萨 很高兴 谢谢新加坡 静中学会提供的 普贤十大院 忏悔业障院的音乐 我们一起来唱会 进了山门 第一个就是 豹国寺 豹国寺 在十元十六世纪的时候 它是儒士道三家在一起的 叫慧宗 峨眉山本身是 道士修行的地方 后来呢 普贤菩萨的视线 然后就变成佛教圣地 你可以看到 大恨普贤王菩萨 在中国人里面呢 是非常有缘 跟文殊普贤 观音地藏 四大名山 所以第一个 成为豹国寺 八大名寺之一 在豹国寺里有 圣姬晚钟 敲钟 可以度幽明界众生 佛教是非常了不起的 十六道众生 十法界的众生都能度 这是我们商业季社的学生 这是我带他们 你想想看 生命其实很短 你想想看 我们人在不珍惜光阴 我们真的去圣地的机会 有多少呢 我尽皆珍贵 念佛不怕累 断烦烈 弥陀佑 接下来 额眉山 各位老菩萨不用担心 它建设得非常好 有缆车 万年寺 在海拔 一千零二十公尺 你可以看到 我们当天要排这么长 现在有缆车 所以老菩萨也要发愿 你可以去见古贤王菩萨 所以你必须耐心等候排队 所以我们也祝愿中国大陆佛教非常的兴盛 希望你菩提道上也步步高升 万年寺是明朝万历年间皇帝下历的 它最早是建于西元三百九十九年 所以中国的佛寺历史都非常的悠久 寺内有一座钟 当你敲钟声的时候 钟声会遍满整个和眉山 这就是万年寺建于西元一千六百年 他的建筑是回教式建筑 明朝皇帝赐名圣寿万一寺 四百多年来曾经趋过很多大地震 可是这个寺庙也都没有垮过 孔贤菩萨的加持 这张就是我拍的大恨孔贤王菩萨 皇帝下历用铜镀金 赐了三千两黄金 而建得七米高的五千王菩萨 五千菩萨 五千菩萨头上带五方佛的宝冠 代表五方佛的智慧 而大象代表六牙白象 代表六度波罗蜜 所以各位新加坡的佛友 你去过很多的国家 是你更应该发愿今生去过佛提家野 应该发愿去中国大陆四大名山 朝礼佛教的圣地 这是敲钟度幽明界众生 世界有很多宗教 但真正能够度幽明界众生的 唯有佛教最为出圣 在这路上我们也去了九寨沟 这是印线木塔 中国的佛塔 你左右相随 这是九寨沟 很漂亮 接下来峨眉山 你可以搭缆车之外 也可以开车 也可以用徒步的走 走的话当然体力要非常的好 这里街影殿 海拔2540公尺 它是一段一段的缆车 你会发现 峨眉山文人很喜欢 道士也喜欢 可是为什么 这边呢 像如梦如幻一般的美景 待会会看到 峨眉云海 或是峨眉金顶 有缆车往下看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 山寨虚无缥缈间 你觉得呢 没有一样是真的 从缆车上面 可以看到最高的金顶 金顶就是永明华藏寺 海拔3077公尺 它是峨眉山的主峰 假如你幸运的话 可以看到峨眉山的日出 万丈光芒 也可以看到霞光 这张是我拍的 唯悔 你多无缘无私的交配 当然你看到我们的服装 你就会知道 因为往山上爬 三千多谷子是非常冷的 所以各位老菩萨 也要慢慢慢慢的 保留你的体力 好 那2006年 这个我并没有看到 十方补贤圣像 正式开光 注意看这尊补贤菩萨 长得像华严经十地的 也像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一样 圣十一面观音 它有东南西北 代表四方 这是金顶 夕阳余灰中的金顶 是普贤菩萨正式开光的时候 也象征着佛法中国大陆 在历史文化大革命之后 佛法又重新开始兴盛了 冬天夕阳下的金顶是很美的 普贤菩萨齐六牙白相 代表六度波罗蜜 所以冬天在山上修行的师傅 是很辛苦的 很特别的是从中顶 可以看到四川 贡噶仁波切的贡噶山 这边有八千多公尺 如果你幸运的话呢 也会看到重重无尽的普贤云海 所以当你登上了 河北山最高的金顶 万佛顶的时候 你会觉得世界广大无边 人真的很渺小 你有什么好放不下的呢 你有什么好真的呢 上金顶要搭这个单轨列车 shuttle bus 那万佛顶旁边呢 是很多森林的保护区 具有很多很好的植物 看万佛顶三千零九十九 假如你到过万佛顶的话 那你就可以到西藏拉萨了 因为拉萨也是三千多公尺 万佛阁叫 比闲住处万佛围绕 所以山顶上的云海告诉你 人生呢就像如梦如幻 有福报你间下要见到吉祥的佛光 代表佛菩萨随时也护念你 好 这过程当中我们也到了印线木塔 中国的佛塔是用这种木雕式的五层楼 这个就是玄空寺 吊在这个墙壁旁边的 好 这是九寨沟 所以各位可以想想 中国唐朝的时候 中国大乘佛法是非常非常的兴盛 中国有很多很多人是开悟的 大乘佛法曾经在这块国土上 利益广大的众生 好 请看第三 重庆大竹石窟 建于西元前一千三百多年 一九九九年被列为世界文化营场 有北敦煌南大竹 敦煌大家很熟 南大竹就是这个大竹石窟 事实上它有七十多处 有十万多尊的佛像 我只去了其中的两三个地方 这就是释迦摩尼佛的涅槃像 我想这些音乐应该很熟吧 马来西亚御佛的音乐 对不对 释迦摩尼佛已经入灭 待会我们要讲地藏十轮经 也是佛用他的生命为我们而说的 当佛入灭的时候呢 菩萨是静静的 可是阿罗汉放声大呼 天人呢也拿着香花灯果竹来供佛 因为佛入灭了 你们海报上看到我这张照片 就是在这里拍的 我看的时候也很感动 佛陀已经入灭了 佛教了无量的法门 其中华言三圣 就是金钟之王 毗鲁哲那佛 左边是普贤菩萨 毗鲁哲那佛 就是释迦摩尼佛的爆身像 他是三界的导师 四身的慈父 右手边是文殊施利菩萨 所以你可以看到古来的雕像 这个大概有两三层都这么高 看他的袖子 他就以力学角度来讲 这个佛像就不会垮下来 所以中国大乘佛法是真的很殊胜的 你若认真修行的话 你是可以开悟而成佛的 你若认真修行 刚才看到是华言旁边的摄立 这边是一千零七之首的 真正的千手千页观世音菩萨 代表诸佛的大悲心 今天我们会讲到这个六道轮回从哪来 六道轮回你要怎么出轮回呢 要先前改你的心 你若不改你的心 你还是很难出轮回的 看着六道轮回里面的正中间 是有尊佛像 代表狗也有佛性 蟑螂也有佛性 释迦摩尼佛显现 威猛的会击金刚 观世音菩萨变愤怒的马脱明王 大势之菩萨变为愤怒的金刚手菩萨 所以诸佛菩萨他除了显现之外 慈悲的向往 他也显愤怒向 这个大祖石窟也是道教文化的 这个resources就是资源处 所以你也会看到中国自古如是道三家 都是在一起的相互影响 这个是父母恩仲南报经的壁画 学佛从哪里 先从五戒十善 孝顺父母开始 这是禅宗的牧牛图 所以古人为什么要花这么多的钱呢 这颗壁画呢 它是变文图 看地藏王菩萨 这是我们讲地藏菩萨 跟你一般看到地藏菩萨的造型是不一样 很像观世音菩萨 那地藏菩萨的头顶 左右各有十尊佛 代表十方佛 左右下面有十殿炎罗王 这是道教跟佛教结合以后才有的 所以地狱变文图里面有很多 警惕我们人生的故事 这是天龙八部 在所有释迦摩尼佛教的教法里面 世尊指出最殊胜的西方极乐净土 世尊特别赞叹阿弥陀佛不可思议的功德 这是观世音菩萨 你注意看他的脸是唐朝大壮夫相 跟我们现在看到的女众相是不一样 这是大世智菩萨 这是观无量寿佛经的三倍九品往生的变文图 古人为什么要出这么多的钱 这么多的财力 而在寺庙里画壁画 而在石头上雕呢 因为他就是希望正法 能够注视和利益后来的众生 所以我们佛教主 常常可以感受到法的功德力 可是假如你不改变自己的话 佛还是佛 你还是你 佛已经入涅槃了 还是你还是继续在罗兽文图 我们说我们是释迦摩尼佛的弟子 但是你要真正去做 这个才是真正欲佛的意思 欲佛不是说只是把水拿出来浇 释迦摩尼佛浇一浇 丢个红包就好了 你没有改变自己呢 这个才是我要讲的重点 所以你心中没有佛法 你走到哪里 三千大千世界都会很苦的 你心中若有佛法 你走到哪里 你都会得到自在 何况去圣地朝圣的话 你更会发广大的怨心的 这是我们那一年去的 云刚石窟全体合照 各位看到图上的照片 这上面的一半的人呢 已经不见了 什么叫不见了呢 有些人呢 到别的地方学佛法 有些人到其他国家去出差了 有些人呢 也退了道心 变成基督徒不学佛了 所以 佛法是很珍贵的 佛法讲到最后 还是要靠自己精进 所以 那这部短片 在这个礼拜 我讲完经以后 我就会上网 你可以直接从 商业经社的网路上 可以当落 我们的心念就像瀑布一样 永远无法控制 若没有释迦摩尼佛 来人间说佛法 真的 我们永远都在黑暗当中的 若没有释迦摩尼佛 指出一个西方极乐净土 众生要一生出轮回啊 是很难很难很难的 你要经过无量无边 阿僧吉祭 请问无量界以后 你在哪里呢 所以作为佛弟子 要发愿 物持佛法 学习佛法 真正你改变你的身口意 你就会去感动你了 否则你想想看 慈悲 谁不会讲呢 大家都会讲 对不对 我们待会看经文 地藏菩萨的愿心 也是广大无边的 地藏菩萨对你所有的 生病 工作 家人 往生 一切都满你的愿 可是呢 我们生生世世都在轮回啊 那这个今天是第一天 所以我放这个片 那过来呢 会两天放一次给各位看 有些老菩萨还没有看过 也希望你发愿 能够去菩提家也 也去呢 中国大陆 文书古贤 观音地藏 甚至还有加上 弥勒菩萨 到场 好 请看 今天是十月一号 请看幻灯片 在还没有讲经之前 我有一些东西想补充 就是这一次讲座是第二次 前面讲过的 我就不会重复 也感谢宽记念佛堂呢 很慈悲地 动员了很多人力跟财力 也感谢新加坡很多佛友 法不施共养而流通DVD 所以请你前面多复习 今天Part 2请看 这一次从今天开始 我要介绍第一个生命轮回的真相 就是我们人 轮回从哪里来 注意听 这个在我25年前学佛的时候 第一次我听到的时候 我那时候自己真的是放声大哭的 我听一个法师讲十二因缘 我才知道 我原来我是这样轮回的 所以请你专心听 待会经文呢 在第26月的地方 就会讲到这个主题 第二个 这一次讲座里面呢 会介绍 那我们从轮回里要得到解脱 解脱有很多方法 你可以念佛 也可以念咒 可是在十轮经里面的十轮品 就特别讲 所有的众生要修属习官 呼吸 我想属习官在座 有很多人也听过 不过这一次我会详细讲 也会带着你一起坐 属习官跟六庙门是结合的 第三个 上一次有一个佛友 曾经问师父 什么叫做 严命地藏王菩萨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所以在这次讲座里面呢 我会在相关的经文里面补充 怎么样保持健康长寿 在座宽禁念佛堂 很多老菩萨 我先调查一下 看看现在在座的 超过五十岁以上的 五十岁的请举手 五十岁以上的 要举手 六十岁以上的请举手 七十岁以上的请举手 有人举一半这样子 三十五 八十岁以上的请举手 好 你看哦 所以现在的科学 其实人是至少可以活到八十岁的 甚至呢在日本长寿村里面的调查 很多人都活到一百岁 那为什么有些人可以活到一百岁 师父 你能为我做些什么 人都是这样的 临时抱佛脚 知道吗 其实死亡是并不可怕 问题是你平常并没有羞耻 你都是在碰到困难的时候来求师父 其实有时候有效 有时候真的没有效 为什么呢 因为你的业已经进了 所以换句话说 长寿有长寿的道理 长寿有长寿的方法 所以请你要专心听 我不知道哪一天会讲到 会讲严命地藏菩萨的法门 就会保持长寿的方法 会从身体 心理 还有从你的修行 三个角度去介绍 这是这一次我要特别加上去的 第四个就会介绍 其他相关的图像演变 上一次我介绍了印度的地藏菩萨 部分的中国 还有部分的日本 那接下来我这一次也会介绍 在经文相关的地方 会参差地藏菩萨不同的演变 一直到西藏佛教也有修地藏菩萨 还有相关的参考资料 这是我这次要说的 先看地藏地藏 谢谢新加坡静明佛学社 提供我这张照片 看地藏菩萨名号 地藏地藏 地是很深的含义 叫做安忍不动犹如大地 你的心要常常不动 你想想看我们从早到晚 心都很容易浮动 甚至从早到晚 老公跟老婆 一句话找你 讲你 你就不高兴 你就非常生气 甚至到了公司老板 老板讲你一句 说你的project做得不太好 你说how come I already done my best 你看 人家讲你一句 你就发脾气了 其实我们这个世界的众生 贪真是很容易起的 所以你应该常常多念地藏圣号 跟观音圣号 当然你阿弥陀佛也可以 你要有一个方法 把你的心调伏叫 安忍不动 你看 如如不动 你的心常常都在这 像水一样都会动 对不对 买了马票 没有中呢 也如如还是又动了 对不对 中了讲的时候呢 太高兴了 不敢相信 也是心动了 所以以前禅宗常常讲 我们的心像什么 千江游水 千江月 修行的人是如如不动的 不动不是指身体不动 而是说身体 碰到任何的境界 人家骂我也好 我也笑笑 人家赞叹我也好 我也笑笑 你的心不会受外境干扰 这个并不容易 第二个 地藏的藏 藏是包藏 左边叫净律生命 犹如秘藏 藏可以读包藏 也可以读宝藏 treasure 它净律生命 其实地藏菩萨的心 每天早上都很宁静的 在地藏经 或在十轮经里面讲 地藏菩萨 按照人间的时间 每天一大早的时候 早上三四点 三点到五点之间 它就入定了 那时候你还没有起身 你还在这样子转过来 转过去 今天不要上班 OK啦 对不对 Come on quickly 这样子呢 那时候地藏菩萨 就在看你的念头了 他可以观一切 三千大千世界 以及无量无边世界众生 他的念头 跟因缘果报 然后想 我今天怎么去帮助众生 所以在这里 师父真诚的给各位 假如你是虔诚的佛教徒 你家里有佛堂的话 你起码要出门之前 要先顶礼三拜 点个香 然后再出去 或者早上先点香 然后呢 让它慢慢刷完 然后再出去 希望你 有个have a nice day 对不对 你的心 要很宁静地出门 而不要呢 都是匆匆忙忙地出门 现在很多佛友都是这样 匆匆忙忙地出门 一出门的时候 手指就被夹到了 第二个呢 哎呀钥匙放在房间里 第三呢这个MRD的卡 又忘记带 其实我们的心 常常是很混乱的 可是地藏菩萨是 净律生命 就是说他心永远都是很宁静的 宁静的心 你才可以看到事实的真相 宁静的心 你才会知道 怎么去帮助别人 宁静的心 你才知道 什么是对的 什么是不对的 好 接下来再看 请看第二十五页 第十四行 十五行 这一次从第二佛轮 十轮经里面上次讲完了 前言概论跟第一轮 今天讲第二轮 请看丙二 第二佛轮分二 看二十五页 丁一 一王法道建立王轮分三 物一王轮成就 释迦摩尼佛 又对着与会的大众说 善男子 如差地利灌顶大王 在初登王位的时候 接受了皇帝的职位 古代在印度里面 当皇帝是要很有福报的 跟中国一样 可是在印度这种 差地利的灌顶大王 他有智慧 能够观察过去 未来跟现在 所有一切国王 他怎么样治理国家而成功的 印度的人 要当国王是要很大的福报 在中国也是一样 当了帝王呢 你要读很多很多的书 要读中国的历史 你才知道 以前 譬如说唐朝 汉朝 宋朝 历代的国王 怎么样去治理人民 教化老百姓 所以 他对于过去 现在未来的 国王怎么样治理国家 这种种的王业轮中的 各种佛形事业 他都很清楚 请看下面 也看幻灯片 以善观察 因果报治 以善巧方便 观察一切众生的 因缘果报 各位都很有福报 其实各位是真的很有福报的人 为什么呢 因为各位都是 前身修得很好 才会生在新加坡 前世呢 起码你是天人 你也可能前世呢 还是人间的 所以各位可以 生在新加坡 从李光耀总理 现在当资政 一直领导这个国家 所以这是要非常有福报 那我现在反问你一个问题 譬如你现在当了国王 你第一个要教人民做什么 赚钱吗 还是开赌场 你教人民第一个什么 一定要好好守本分 要有良心 对不对 好好的做人 做人从佛法来讲 五戒十善 所以请看幻灯片 以善观察 要教化众生什么 第一个要相信因果报应 人若是不相信因果报应的话 很可怕的 我举一个例子 各位不要介意 其实我很关心 新加坡的佛友 有时候我经过新加坡 China Town的时候 我看到很多老人家 有些老人家 其实很可怜 孤孤单单的 孩子呢 长大的 也不愿意跟他住 他就住在政府的主屋 老人的屋子里面 有些老人呢 他呢 每天呢 从早到晚就很有福报 所以呢 就政府给他公鸡精 然后呢 吃饭 他也不会饿死 200或到300新币 那剩下的人做什么 那你看这些老人做什么呢 下棋啊 喝茶啊 有时候聊天啊 聊一条天啊 就拿起棍子 夭壽星啊 开始骂对方的 然后呢 突然呢 那个阿公 安提跟安提 两个就吵架了 对不对 各种三字经 叉叉叉都出来了 然后呢 你想老人家怕什么 第一个老人怕死 所以我会觉得 新加坡 有很好的医疗制度 是关心他的身体 可是你也会发现 有些老人很快乐 他有朋友 有些老人 病痕 不快乐 他很孤单 还有呢 老人呢 常常被年轻人嫌 很臭 很脏 流口水 还有脆脆念 所以其实老人 是很在乎朋友的 老人呢 也很怕死的 所以宗教讲 phitically mentally and spiritually 那我会觉得说 前世修得好 今生生在一个 很好的新加坡国家 住在 China Town 老人村 可是呢 我觉得他今生 并没有很多的功德 也没有做很多的善事 反而生口意呢 造了很多的恶业 那来生会不会当人呢 就不太清楚了 所以前一世修得好 你今生生在富裕的国家 可是富裕的国家 你的福报 也要继续修 就像银行 你们不是很多 很怕死吗 都要存公积金吗 还要空医疗保险啊 其实人都是怕死的 没有错 可是呢 我觉得 除了你要存 世间的钱之外 你要存功德 佛法讲的 戒定会的功德 你想想你这辈子 曾经出多少的钱 或出多少的心 去关心过别人 或救过别人呢 对不对 你没有中这个因的话 你老都是这样 一样会很苦的 请问你说老 一定都很好吗 有些人老很快乐 可是有些人老 是很痛苦的 这生老病死的老 待会我后面还会讲 我现在要说的 请看经文 真正的以善观察 真正一个好的国王 要教人民什么 存好心 说好话做好事之前 要先教他相信因果报应 假如人不相信因果报应 你再怎么聪明 你会做出很多 很可怕的事情 你看全世界现在的 所谓的制造武器的人 或者网路上的骇客入侵 或是做很多违法的事情 都是竭挺聪明的人 为什么 他很聪明 但是他的心不是很好 他也不相信因果报应 所以这是很可怕的 在十轮经里面 十轮品里面就告诉你 第一个要教众生 你要教你的孩子 要教自己 要相信什么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不是不报 时候未到 这种因果报应 是很重要的 请看下面的经文 帝王 灌顶大王 随他所应的 教导一切的众生 包含他旁边的臣子 还有他的幕僚 乃至于全国的人民 不管是聪明的人 或愚痴的人 都要告诉他 要修三种夜轮 而且修之前 都要先相信因果报应 接下来 由此三种夜轮 就会率领众生 一起建立这个国家 一起奉献这个社会 因此 昼夜能够受用 他一切所有的功德 所有的种种 你买的很欢喜的家具 或是各种的 是意资具 所有十一柱型的条件 举一个例子 新加坡各位都很喜欢 买东西到 OG Building 对不对 都会听大雪拼 对不对 在Chinatown也有 玉华国货 我也去看过 它有很多中国来的家具 明清式家具 那你会发现 当你有一个家 你都很希望 把家里布置得舒舒服服的 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你觉得安全 你觉得欢喜 从早到晚 对不对 你去做工 回到家里 你会觉得 家是人称的避风港口 家是最安稳的地方 对不对 家是你让你休息的地方 假如你常常搬家 那很苦的 对不对 纵使你常常出国 出国去世界各个国家玩 每天Check in Check out Check in Check out 刚开始你会觉得不错 可是到老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哎呀 行李越来越重 Check in Check out Can I no check 干脆呢 还是回家吧 所以你走遍 三间大间世界去旅行 你还是会觉得 家是舒服的 为什么 因为家你会有安定感 好 家为什么有安定感呢 示意之具 就是家里有拥有 你自己所有的东西 你衣服放哪里 你的电视放哪里 你的电脑放哪里 你的书放哪里 你都会很欢喜 因为你觉得都很熟悉 所以你才会觉得很安全 所以注意听 希望各位年轻人 不要动不动的 轻易送你的爸爸妈妈 进老人院 其实那是不得已的 老人院很残忍的 很孤独的 很寂寞的 虽然我也知道 新加坡的福友呢 年轻人做工很辛苦 就说 哎呀 师父 对对 我们从早到晚都累得要死了 我只好出钱啊 把他送到老人院 讲一个故事给你们听 从前有一个小孩 拜拜 OK